欢迎收看111年11月10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公司小番茄受到严重风从现象 市长陈希迈也特别前往美农区 视察当地番茄的灾损 同时要求农业局针对肥料以及妨害的资财 给予专案补助来减轻农民负担 洞见产业发展需求 高洋市政府积极推动再生水资源 其中桥头再生水厂新建移转营运计划 正式完成签约 预计114年底完工 115年开始将每日供应3万吨高品质再生水 给予台积电公司使用 在高雄市古山区青鬼寿山公园站的公园里 有一处被遗忘的水沟 因为缺少整理而长满杂草和蚊虫 甚至飘散恶臭 附近的里长反映这里是三不管地带 希望市府尽早出面解决 首先来看到高雄市美农区的小番茄 受到严重风从现象 但是因为不符合天然灾害的救助办法 中央不予补助 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前往美农田间 视察小番茄的灾损 同时要求农业局针对肥料和防害的资裁 给予专案补助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南台湾直到11月 海市酷热难耐 导致高雄冬季番茄病害加速扩展 全市450公顷的种植面积 通报约有135.5公顷受损 市长陈其迈9号亲自走访美农民族村旁的 番茄田视察 除了将尽速启动天然灾害救助 市府也同步启动肥料农药防治资裁补助 协助农民渡过难关 我们高雄的番茄种植面积大概有450公顷 那其中是美农大概有200公顷 那其他包括阿联 还有六龟 山林 物竹等等 那因为一些病害的原因 我们今天最主要来看是不是符合我们天然灾害的救助的这些标准 那希望说能够来帮助我们农民 高雄番茄种植主要集中在齐山美农阿联路主等区 由于今年直到11月天气依旧酷热 原本番茄生长于寒冷气候 现风从明显 植株普遍生长失差 发生叶片卷须黄化等现象 同时10月底遭逢降雨 导致部分正在采收的番茄田区出现裂果情形 大幅影响收成 在高雄市政府的部分 我们也考量到说 这一次的这个病害 其实对农民来讲 损失也非常的大 所以在包括我们的肥料 跟我们的防害的这些资产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 会给专案的这个补助 为了协助农友减轻农作负担 市府自1月再次加码 提高作物保险保费补助至30% 同时逐步推动智慧农业防灾 判透过灾害救助农业保险 以及智慧防灾 减轻农损提高收益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各党候选人也卯足权力冲刺选情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 马步停蹄赶忙行程 一大早就连赶两个小时 获得市场摊商 以及买菜民众的热情欢迎 不只拿起手机 抢着跟柯志恩合影留念 以线上拥抱帮忙加油打气 随着选战日期的逼近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 也卯足了劲 一大早连赶两场早市 向市场摊商及民众来拜票 寻求支持 加油 加油 我想妇女朋友大概也很认同柯志恩 为教育来做一个打拼 然后我们要拼下一个世代 然后呢让他们北漂的孩子 能够尽快能够回到高雄 不是只有工作 而是要比较高薪的一个工作 我想这样一个认同 应该是妇女朋友 会比较是接受柯志恩的缘故吧 由于柯志恩是二度造访金石湖早市 贪商和民众更加热情 尤其是腼腆的婆婆妈妈 有的是住留原地 彼此三号挥手跟柯志恩加油 也有的兴奋的抢拍合照 热情欢呼 更多的是直接上前握手致意和拥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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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妈妈这样给你拥抱 这个热情的拥抱 你的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高雄不是只有热 人民也非常的热情 果然是 应该是心情非常的澎湃 把我用于 有我有于接受这样的拥抱 好吧 就是我们柯市长 他本来就是有那种女性的特质 而且他有妈妈的味道 所以当然女生看到他觉得很温暖 自然而然就会靠近他 而且他很多的议题也是关心妇佑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尤其是妇女姐妹 看到他特别喜欢 因为都是感觉上惺惺相惜 柯志恩在当地选区议员的陪同 将近十五早市走透透 也信守上次到访的承诺 在途中进入陆野讲堂参拜 同样受到庙方师傅的护持与肯定 我们都很护持你 对啊 我们支持你 我们到时候全部都给大家大力的推进行 然后让很多人看到我们 一定一定 好 谢谢 师傅看到我们柯委员感觉怎样 很好 人很善良 很亲切 对对对 很诚恳 谢谢 谢谢你 好 谢谢 柯市长他本身他的特质 是很阳光 然后非常的很接受民众的拥抱 所以那样的互动我想是很亲切自然的 我希望所有关心高雄未来发展的市民朋友 在26号这一天要出来投给三号柯志恩 让有国际关的市长来带领高雄翻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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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也很高兴 走访过许多巷弄市场 柯志恩感受到 高雄民众给他温暖热情的支持 已经超越了南台湾的艳阳 而柯志恩也相信 这就是翻转的信号 见证高雄的奇迹 就从三民区开始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投票日逼近 候选人大打广告站路口 抓紧时间宣传 不过最近在前津区的十字路口上 高雄市议员黄文艺的最新竞选广告看板 却写着斗大的抢救两个大字 引人注目 黄文艺表示 受到寒流加上配票重创 如今选情危急 到了快进加护病房的程度了 斗大的红色字体写着抢救 底下还备注了是最危险一席 高雄市议员黄文艺 在最新出炉的选举广告看板上面色凝重 因为当下的选情告急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一个月 再不抢救真的是来不及的 现在这油乳已经快进入到 加护病房阶段 所以现在我的看板已经挂上抢救 急着在有限时间抢救选情 全是因为民调在韩国瑜付出高雄站台后的短短一个月内 雪崩市下滑了3.1% 加上还得应付文档选的留言 瓜分选票 让黄文艺好着急 许多的党内的同志也在说我的民调高 希望我的票能够再继续分出去 但是这样子下来 有可能我就是那个遗珠之汗 因为很多人都不晓得我说 其实现在真的分到我已经快要没有票了 那再加上我现在看到连韩粉 当初帮我提罢免黄文艺的那个韩粉 然后他也在脸书上帮我的党内同志拉票 一个韩粉去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 然后跟大家讲说黄文艺很差 要选别人不能选我 那你看连这样子韩粉也来攻击 那种攻击是扯我后腿的反复选的 市议员第八选区战况焦灼 为了力拼三席权上市长陈其迈及绿营老将 都纷纷挺身替党内新人拉票 但黄文艺也担忧现在的选风不同以往 公开配票的做法恐怕会让绿营少掉关键议席 会变成说有一部分人听从 有一部分人坚守自己喜欢投给 某个候选人的一个意愿 这样子会让整个配票失准失真 而反而会让达不到原本的预期目的 然后导致我们可能会多掉一席的可能性都会出现的 黄文艺强调现在不是强制配票的好时机 党中央或是地方党部应该站出来呼吁支持者拉票 把绿营的柄做大以免最后演变成自相残杀 鱼翁得利的局面 记者郑光佩苏文高雄报道 洞见产业发展需求 高雄市政府积极推动再生水资源 其中桥同再生水厂新建移转营运计划 正式完成签约 预计在114年底完工 115年开始将每天供应3万吨的高品质再生水 给台积电公司使用 展现市府致力成为企业坚实后盾的行动和效率 高雄市府积极推动产业转型 吸引了国内外科技大厂进驻高雄 为了满足高科技产业的用水需求 加速推动再生水厂新建 其中桥头再生水厂新建移转营运计划 正式完成签约 因为这个案呢 其实是高雄我们计划中的第三座 那第四座是在南紫再生水厂 那这一座是我上任的时候 就下令说这个一定要做 因为我知道不管是桥科或者是 这个未来的直接高科技的产业 一定会用到再生水 桥头再生水厂新建计划 是将现有的污水厂再升级 藉由污水高级处理方式 产生每天三万吨的再生水 这些处理后的再生水 再透过总长8.7公里的输水管线 送至南紫产业园区供台积电使用 那桥头再生水厂的进度是超前 这个是定定定的 这个发威的效果 还是有效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南紫再生水厂 我们也希望说也能够如期如止 也能够辅导企业的需求 桥头再生水厂预计于114年底完工 隔年起将每日供应三万吨高品质再生水 给予台积电使用 高雄市长陈吉麦强调 产业专心水资源相当重要 为了达到环境永续 负起社会责任 打造高雄成为再生水重镇当值物级 推动我们产业转型的过程 我们也会负起更多 对于我们打环境永续的一个责任 这一点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产业界 大家能够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我们未来转进的远期 大家能够重新预计 因应极端气候缺水情形 确保民生及企业用水稳定 超前部署的北高雄再生水厂计划 目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高雄未来水资源匮乏的情形 期盼在市府努力下能够如期完工 记者郑光佩 关梦如高雄报导 在高雄市古山区青鬼寿山公园站的公园里 有一处被遗忘的水沟 因为缺乏整理而长满杂草和滋生蚊虫 甚至飘散恶臭 附近的里长反映 这里是三不管地带 环境整洁的权责长期没有厘清 导致没有相关单位定期整顿 也希望市府尽早出面解决 青鬼缓缓时过 根据高杰公司统计 高雄青鬼的乘客数量履创新高 但是在寿山公园站附近的绿地上 却有一处被遗忘的水沟 因为缺少整理杂草丛生 甚至肉眼可以看见许多蚊虫 在黑色的水面上跳动 画面令人不舒服 水沟里面有很多的垃圾 然后这个杂草也长了很多 也没有人管 这里被称为三不管地带 因为正好处在古山区和阎城区的交接 现在又有青鬼通过 环境整洁的权责到底有哪个单位负责 附近叫人李高成文林里长站出来 呼吁市府尽快安排相关人员 整治环境 我们是希望能够划分清楚 然后定时的来这边 现在很多的杂草又长出来了 就请他们到底是谁的权责 轻轨还是古山区公所 这两个单位我们希望大家讲好的时候 就固定时间要过来这边清除 还是剪这些杂草 不然这么漂亮的轻轨真的是被它破坏 然后这边有那个积水的话也容易长绝绝 灯格乐也很怕要护花 寿山公园是居民休憩的场所 平常没事就来走走动动 但是美丽的公园里 却有一个积满死水的水沟 不仅飘散臭味还长满蚊子 让整体环境的舒适度大大扣分 杂草一直生一直长 长到这边反正就是只要天气一热 这边就是蚊虫就对了 然后还有些人会从对面 搞不好停个车什么什么 垃圾就往这里丢 那里面都是以前还有丢一些椅子 还有坏掉的脚踏车什么什么 以前是丢一整排的乱丢 住家附近有公园绿地 生活机能十分便利 但是少了真理 舒服的环境却变得令人头疼 希望师傅尽早厘清权责 有效提出解放 记者邱玉婷 关孟如高雄报道 为了强化民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 以及提升对交通风险的认知 高雄市交通局 已早深入临雅区的国民市场 举办道安宣导活动 除了发送交通局专属乖乖等 交通安全宣导品之外 也进行交通安全区位问答 搭队者可以参加抽抽乐 有奖金和奖品 现场的民众是相当踊跃 菜市场内民众兴奋地 与交通局人员在现场 玩起了优奖侦达 我们行人走在路上 要走在哪里 第二番马线 交通局9号来到 高零雅区的国民市场举办交通安全宣导活动 透过趣味问答的方式并提供奖金和奖品 让民众轻松学习正确观念 有趣 钱多一点更好 我是快太少了啦 另外交通局人员也推着推车发饼干 给市场内的摊商及民众 饼干包装上更是安藏乾坤印上了宣导内容 就是要让民众在吃饼干时 也能顺便学习如何乖乖遵守交通安全 觉得很好啊 还不错 对 觉得这样很方便啦 这样子的话因为小孩也喜欢吃 然后大人刚好可以教导他们的交通观念 这样子 我们为了宣导交通安全 我们特别也和乖乖合作 把相关的宣导的文宣内容 制作在乖乖上面 来方便民众 来方便宣导 那也制作了相关的文宣 让民众来索取 高雄许多长者习惯以机车逮捕 但却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交安规则 让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长者骑机车的时候 通常在经过路口的时候 都没有减速 然后或者是闯红灯 那我们也呼吁民众一定要遵守 相关的交通安全 来确保自己的行的安全 交通局深入市场 透过奖品及趣味活动 吸引民众目光 借机宣导正确观念 也强化民众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视 记者珍光佩苏 欧文高雄报道 高雄市独方局结合 善惠恩基金会公益咖啡据点 办理药饮家属职能体验活动 透过咖啡拉花课程 教导学员们一技之长 学员们亲自完成人生第一次的咖啡拉花 满满喜悦全部写在脸上 爱心拉花在咖啡上缓缓成心 高雄都方局结合善惠恩基金会 公益咖啡据点 在9号办理了药饮家属职能体验活动 参与的学员捧着亲手完成的 人生中第一杯拉花咖啡 激动知情易于言表 我觉得这次体验很好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拉出来的话很漂亮 好像很疗愈的感觉 对啊 因为毕竟每个人生长的家庭 都是没办法选择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了 或许在途中会有一些可能 会觉得为什么我会出生这些家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公平 但我觉得都遇到了 就是想办法克服它 跟想办法把自己的生活品质 变得更好一点点 学员们齐聚一堂 用心学习咖啡的拉花技巧 读方局透过职能体验活动 替平日缺乏社会支持的 要饮者家庭加油打气 也帮助他们培养一技之长 其实有一技之长呢 未来他不管是 想要在社会上寻找工作 或者是自己要开店呢 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技能存在 那也在社会上能够有 他的一个生存的价值 另外在咖啡厅学习 制作拉花的过程中 也能让学员们借机摸索 与他人的相处之道 那像咖啡馆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店呢 也能够让他在这当中呢 去学习到所谓的品德啦 或者是面对客户 以及面对人生各种挑战的 一些方面如何去克服 也让他自己很快的适应职场 那未来呢 他也能够照自己的方式 去经营他自己的商店 或者是做他自己的事业 职能体验活动 除了药饮个案外 各案的家庭成员也能一同参加 期待能借此提升药饮者的家庭支持功能 帮助他们顺利复归社会 记者郑光佩苏宇文高雄报道 缠绕画都是由线条组成的 只要学会了画法就会画上影 在明区安东社区关怀据点 老师就教长辈画缠绕画 长辈现在圆形纸的边边画上几个半圆 在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延伸 变成很有立体感 非常神奇 长辈们都越画越有兴趣 回家还会自己再画 圆圆的纸上老师先教长辈在边边画上几个半圆 再在每个半圆的旁边点对点的 画上一层又一层的延伸线 越往中间半圆的线条越小 最后在最尾端和最上端涂黑 感觉就像很深的水井 或是很深的悬崖 很有立体感 这我想起来很简单 就一直圈圈一直画一直画 画到终点的时候 涂一点黑黑的 然后再把它用手把它粗掉 就有点像那个蜘蛛 他说要画八个 我给他画九个 这一堂缠绕画长辈都上过好几堂课 老师每次都教长辈不同的画法 长辈也都画得很有兴趣 每个人的画法也有点不一样 有的圆大一点 有的线条宽一点也没有关系 因为缠绕画就是很随性的自由发挥 而且画完之后都会很漂亮 也会越画越上瘾 奶奶你好棒喔 你怎么画得这样 我说我学社区老师教我的 奶奶你带我去我也要学 他有时候会这样子讲 他最爱讲这一句 老师我给你比你多漂亮 我就很高兴 我就是要爱他比我比我多漂亮 不是对吧 他就会跟我说 老师我给你比你多漂亮 你都没想到这样 我就给他拍手 我说对啊 很聪明 你都有想到 他要什么 有人欣赏他嘛 对不对 安东社区关怀据点 从民国92年就由现任的里长成立的 算是高雄市最早EP成立社区关怀据点的 在各种动静态的课程规划下 长辈都能持续参加 身心状况都维持得很不错 获得长辈家属的好评 这个里长很好 他很有爱心 因为我妈妈头脑他有一点失智 所以都是他在帮忙 他是一个很好的里长 缠绕画的就是训练我们的长辈 头脑跟手的灵活度 所以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大家都很快乐 因为你坐在那里很专注的画的时候 你的那种烦恼会随着你的画消失 缠绕画都是由线条组成的 只要拿起笔就能画 所以非常适合关怀据点的长辈学习 长辈在学画的过程中 也能够得到快乐和疗愈感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 高雄市在宜林雅一路和永定街的交叉路口 有一台贩售锅贴的小摊车 主打招牌绿锅贴 因为风格独特 也成为附近上班族的热门早餐 常常每天一大早就开店之后就秒杀 还有不少民众特地从外地来品尝 早餐时段高雄市林雅一路上 有台隐身在巷口的蓝色小货车 陆续的出现排队人潮 原来这是一间开卖及秒杀的锅贴店 神奇地把锅贴放置在煎台上 老板熟练地倒入热水 有果滋滋作像看起来十分美味 这家神秘的锅贴店 网路上客工搜寻的资料很少 但却有不少民众专程来买锅贴 我们是特地来买早餐的 口味又不一样 因为它绿锅贴是高绿菜的 市面上少见的绿锅贴受到民众喜爱 鲜绿色的外皮是老板用自家贩售的蔬菜 打成汁做成的 为求新鲜锅贴都是现包现间 虽然等待起锅的时间至少五分钟 但就是因为太好吃了 现场的客人络绎不绝 小小的摊位平均一个早上 可以卖出的锅贴数量 不输给连锁的锅贴店 今天大概卖几颗是吗 几颗啊 几颗的话一千多颗 对 左右 其实店家除了贩售绿锅贴 也有常见包韭菜的白锅贴 但没想到新奇的绿色锅贴 更受欢迎 老板表示附近办公大楼很多 绿锅贴也变成这一代 上班族的热门早餐 我们卖绿锅贴 就是会比白锅贴卖得好 因为大家都觉得绿色的很特别 所以大家会想要吃绿色的锅贴 而且有些 就是这边的上班族啊 人潮啊 还是很喜欢吃绿锅贴 经营剔透的外皮 还可以看到蔬菜的碎末 将内馅的汤汁完美锁在里头 淋上招牌的自制辣酱 不仅提味 辣酱本身也很爽口 搭上绿锅贴更是合拍 这神秘的锅贴店 是高雄市民早餐的不二人选 因为生意越来越好 提醒想来朝圣的市民朋友 尽早排队 才不会期待落空 记者邱玉婷 关孟如高雄报道 高雄市今年推动成立集合市住宅资源回收示范站 藉由打造社区资源回收站 完善的回收设施 可清楚辨识的回收标示 加上办理资源回收宣导会 提升住户环保观念 来改善目前的垃圾分类情况 降低挫置垃圾的产生量 社区大楼旁的资源回收站内 现在回收物的上方都贴上了中英文的清楚标示 还加宽了遮雨棚 让下雨天时站内不再乱糟糟 高雄环保局今年开始提供改善经费 并辅导主动申请的社区大楼 成为资源回收示范站 所以我们的补助是根据社区 它的需求来 就是个案来考虑 没有说一定是补助哪些项目 而是以现场的状况 我们来评估之后再给它来加强设置 我们会想要申请作为这个示范点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资源回收 已经做的算是已经到一个阶段 但是目前就是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在补墙的部分 环保局今年前往集合市住宅茶和垃圾分类情形时发现 社区大楼常会因为资源回收站空间太小 或是垃圾分类的标示不清楚 导致住户乱丢回收物 尤其又以厨余跟废电池 最容易被民众乱丢 像一些厨余 厨余一定要从我们这些回收物里面 把它分出来 那不然的话 那个到自收商来讲 会造成他们分类上困扰 那我们希望民众 尤其是那个一些锂电池 锂电池不一定要特别独立出来 但锂电池跟自收会在一块 厂商在做分类过程中 它会经过摩擦碰撞很容易起火燃烧 目前环保局已经成功扶导 50处集合式住宅大楼成为示范站点 并办理了多场的资源回收宣导会 透过改善阴体设施 加上强化民众的环保观念 让社区的资源回收量得到显著提升 那我们的资源回收率今年大概 刚去年比增加了3万5千吨左右 那资源回收率大概成长到9.7%左右 民众拿着垃圾来到回收站 把手上的物品一个个做好分类 环保局透过经费辅导 帮助社区改善回收站环境 也提升民众做好垃圾分类的意识 高雄市大辽区日前发生重大枪击案 造成两个人重弹受伤 警方在14个小时内逮捕到嫌犯归案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特地前往 表扬辛苦的警察同仁 并且肯定高雄市警方在治安维护上的努力 高雄市警局以高效率侦破1108专案 市长陈其迈9号至警察局 表扬林园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队同仁 他感谢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 在执勤办案努力以赴勇往直前 以优异的团队站立 运用科技以及大数据 在14个小时内迅速破案 向市民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 怎么样能够再维持一个 充分警力的合作 那各方面也能够维持 来利用这些新的这些科技 来共同执行大局犯罪 那在各位同仁 在这一次的1108专案里面 那我相信这个也展现了 我们高雄市大局 各位同仁 大家辛苦 努力的这个成果 高雄市近年截至目前 发生三例枪击案 是六度中最低的 更是近年来新低 另外包括全班刑案 暴力犯罪 重大刑案 以及诈骗案件 等亦有显著的降低 这是所有警察同仁 共同合作打击犯罪的成果 在更加的进入选前的阶段 也务必拜托大家 能够贯彻司法的决心 坚守坎位 也包括积极的查会 打击各项 这个违派治安的各项的 各种犯罪行为 市长陈吉迈也提到 基层警察同仁 维护治安出身入死 常要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 也冒着多样的风险 呼吁民众给予警察鼓励 支持切勿打击警察同仁士气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复古风情 怀旧气味 是许多人来到 延城第一工友市场的印象 改造装修之后的延衣市场 不仅新旧交融 毫无违和感 也让年轻人与长辈之间 多了彼此交流的机会 已经有七十几年历史的 延城第一工友市场 经过改造装修后 把传统与复古风情 做了完美结合 不仅吸引年轻人走入市场 也让长辈们在这里回味过去 感觉现在整修的还不错 然后很有复古感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空间 利用也蛮有趣的 就是是以前没有想过 可以这样子运用 我觉得蛮喜欢的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他做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再创新 比如说他上面的一些木损的 这个部分我都觉得很棒 那我刚观察了一下 有一些店家 他有一些传统的 也有一些新创的店家进来 我相信会让这个地区更有活力 吸引更多人进来 早上的传统市场到了下午 有年轻人接手 摇身一变成为充满文青感的场域空间 原本摆放蔬菜肉品的摊位 改放各种复古文创商品 而且为了配合市场氛围 贩售的商品也精心挑选过 蛮喜欢这个氛围 而且因为以前跟朋友 其实有想过要在菜市场弄一个市集 所以觉得这个机会 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想要做的 所以就申请了这样 觉得机会难得 是菜市场的缘故 所以我有准备比较像 接近市场的商品 例如像你真的小食物 就是一个钥匙圈 因为妈妈们其实来到市场都会 每天都是买菜 那当它变成它一个吊饰的时候 就会很新奇 然后还有像我们一些吊牌 因为蛮多都是做生意的人 我们会有一些营业中 定休日的小木牌 可以让他们去购买 所以像我们其实也有做猪肉摊 鸡肉摊 除了贩售市场分为文创小物 各式复古海报 生活用品 甚至店家还精心打造怀旧的气味 都让人仿佛走入时光隧道中 早期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台北的工华商场是很流行的 就是有海报那些 因为以前80年代90年代 就是日本流行文化很强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还蛮棒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复古元素 去跟艺术做结合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小帽子 我就觉得蛮喜欢的 因为像农腰带是我们一直 从开业以来就一直很想要做的商品 它就是每个人的阿公的金光上面 都会有一个永远用不破的农腰带 因为盐城这边又是菜市场非常符合 因为妈妈都会拿阿嬷 可能都会拿甲子茶去买菜 在气味上也有下功夫 就是因为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客人 他们可能没有闻过明星花露水的味道 所以因为像我们来这边之前也没有闻过 那之后用了之后 发现每一个人到摊上都会说 它有一个很复古的味道是什么 所以也可以跟客人有一个话题这样子 在这个新旧交融的空间 让年轻人与长辈各自挖掘不同的年代感之外 也让亲吟有了彼此交流互动的机会 我觉得是蛮互相的一种互动 因为就是像年轻的客人来 他可能会看到一些妈妈跟他说过的东西 但他并没有看过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符合这边亲吟共事的 这个条件就是 大家在这边是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交流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边是 年龄层是没有限制的 就是我们早上的长辈也可以 然后下午可能年轻人出来了 甚至到晚上 大家全家大小出来逛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话题的 因为我老家是在今日商场 就是接近那个福隆饭店那边 那大沟顶这边 其实在它装潢之前我就来过好几次了 对那上次来发现它变化蛮多的 有更多的店家进驻 我觉得很好 对对对 希望这边有更多的发展 因为台北像台北有一些 比如说像赤丰街 它也是新旧新旧交融嘛 我觉得这边沿城是很代表高雄的地方 对我们也很希望它能够好好发展起来 记者萧宜轩 蔡宜文 高雄报道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整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 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长帮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防疫不可松懈 也不要乱散布假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